在硅谷银行崩盘一周后 企母公司硅谷银行金融集团3月17日宣布 已申请在第11章破产的保护下 由法庭监督重组以出售资产 在硅谷银行金融集团宣布申请破产保护之际 银行股在市场上表现仍不佳 在盘前交易中 大银行的股价普遍下跌超过1.5% 包括太平洋西部银行 第一共和银行在内的地区银行股价 则普遍下跌10%到20% 硅谷银行金融集团表示 将在破产保护的进程中探寻各种生意的可能性 包括针对集团旗下的其他资产和投资 此前 由于联储加息后国债收益下跌 硅谷银行不得不以巨额亏损的价格 卖掉其持有的债券组合 但此举进一步引发客户不安 造成挤兑 硅谷银行金融集团17日表示 其现有流动性规模在22亿元左右 去年年底的数据显示 该集团拥有2090亿元资产 油膜大幅 锅别灯 颜色 嫩 糊粪 榨 粪 粪